那爬過來的姿勢叫做超人姿勢 就是右手那是彎曲的 在靠在頭 那左手是翻到背後 就是超人在天空飛翔的姿勢 這是在整個COVID-19的疫情裡面 那一個大量被推廣的一個照顧技巧 就是這個像是超人般的 骨骼通氣照顧技巧 最近可是讓護眼園叫鼓引天 新冠肺炎疫情 會請讓本土確認病例 幾乎快達一萬關卡 昨天共有37位病患死亡 更是改寫單人死亡新高紀錄 醫院更是注滿了重症患者 疫情主動性 昨天通過網路直播 找來台大醫院新組分院院長 余中仁等名醫 現在教導如何照顧重症患者 其中就特別教導 是一個超人姿勢的照顧技巧 說明只要給病人活動氣 就可以改善病人的血氧 這些醒著的人 那把他趴過來之後 那血氧 幾乎每個病人都可以得到很不錯的一個改善 不過治療的話就是說 本來我們糖酒最底部的肺部 是塌陷的 那現在上關了之後 有一些本來塌陷的肺部 肺炮 都會有機會 因為那個重力的重新分配 而使得本來 被當作是占軍滿的肺炮 重新打開來 就讓更多的養性 進到肺部 不過就有某醫學中心專程重症病患的護理人員抱怨 光是院內就收拾了12到13位新冠肺炎重症病患 平均每位護理人員要招呼2到3個重症患者 患者需要不斷搶救 且多數患者都在進行活通氣 平均每6到8個小時就得協助病人翻身 而且病人本身 早已插滿各種健身管線 如果患者體重過重 或是病患者插管無意識下 患者操作其實是很困難 甚至可能有被感染的風險 讓相關護理人員處理起來 壓力相當的大 因為你要讓一個病人從腸椎道翻過來 而且還要嘴巴有個插管的情況 這種情況光想就是一個護理師可以完成 兩個左右基本上也是非常耗費用力的 所以我們覺得說對於有希望的人 所以我們會看到他的效果 並沒有想要重招一百改善電視